欢迎收看文倩的世界周报 经常有人谈到21世纪 谁将是继续领导全球的国家 大概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在前半世纪 也就是说 在2050或是2040之前 一定是美国 有的人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 更有一些人认为 印度将在后面崛起 再超越中国 印度可以超越中国吗 整体来讲 目前全世界正走向 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 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冷战 它是两极化 一个就是苏联为体系 一个是美国为首的体系 苏联瓦解之后 就是美国为单级领导的 美国完全单一的霸权 而现在整个情况 更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非常混乱的一个状况 可是有一个程度的 就是美国面对中国 朝鲜 俄罗斯 开始合作的情况里头 美国正在纵容一个国家 叫做印度 而印度在这个情况里头 可以说是得到 非常好的机会 一个包括 它国际政治所迎来的 印太战略 那因此 它可以跟俄罗斯买石油 没关系 它不受这种所有的制裁 它不想欧洲国家 不准跟俄罗斯买便宜的石油 它可以买 它是我们太穷了 它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对于穆斯林当地的镇压 也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默许 也就是说 它不需要符合任何人权的标准 而最近美国外交事务期刊 也是美国最权威的外交期刊 刊登了一篇 由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 顾哈所写的 顾哈并不是第一个 讨论到印度的问题 他谈到了莫迪 这位担任16年的总理 他的确有他的智慧 他把印度的经济治理得很好 但是他谈到 他治理经济的很多做法 还有他很多各种不同的 镇压反对派的做法 已经快要和中国大陆的 北京政府的差别 并不是来得那么大 尤其是他对两亿的穆斯林人口 所实施的打压 顾哈认为 他根本就是在 进行一个印度的 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这使得80%的印度人 会无条件地支持他 唤醒当年 他们曾经被穆斯林 曾经奴役的情况 所以这些印度教的信仰者 会毫无条件地 不管莫迪做任何事 做错任何事 他的疫苗的任何事情 或者是他当时 在疫情期间 很不妥当的一个 整个封城政策 通通都不会被怪罪 因为他promote的是一个 印度教的宗族主义 而作为一个 这个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人们某个程度 他就变成一个造神运动 最近他自己主持的寺庙的 落成庆典 这等于是象征 莫迪变成了 印度教皇帝 这是古哈所使用的一个字眼 那印度最近公布了 他2023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 高达8.4% 全世界第一 所以人们开始认为 中国要超越美国 然后可能性不见得有 但是印度很可能 有一天会超越中国的可能性 不是完全没有开始 美国方面有一些 这相关的一些讨论 但整体来讲呢 人们认为 即使他超越了 那不是民主的胜利 那也是印度教 民族主义的胜利 他对一级的打击 还有比如说反对派的人 就是用茶碎的手法 甚至连英国的BBC 对他不利的报道 他通通都全部比照 做复仇式的攻击 所以莫迪本身 并不是美国价值 或者是西方认为 他们的民主价值 在亚洲的成功 他只是一个美国 拿来在印太战争里头 牵制他最主要的敌人 中国的一个棋子 印度本身 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问题 而内部的宗教对立 种族的对立 会成为他 整个国家里头 将来最大的隐患 几万千宠爱余医生 印度政策 成为全球资本的新人员 印度的崛起 是一场天时 地利 人和 建国独立后的16任总理中 没有一个像莫迪一样 能把印度推向全球美光灯的焦点 但也有一些人 对莫迪的执政感到忧虑 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哈 在最新一期的 美国外交事务期刊上撰文指出 莫迪在多元和复杂的印度 所寻求的侵略性控制 将挫败印度的大国雄心 因为那不关于他们 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在用了 他们在用了 Gandhi 用了 他们在用了 东西 而是 不关于 但当时 最重要的 不关于 的生命 但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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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决定了 两年后 Gandhi died 和 那些 人 偽误 人 也 彼女 彼女 那是印度官方的法律 和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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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法律 和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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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成穆斯林人口的喀什米尔 長期以來 就受到印度官方的啞役 喀什米尔首府 斯蒂娜家的清真寺 時常因不明原因關閉 嚴禁信徒聚眾祈禱 這等於扼殺了他們的信仰 這個態度 變得更激烈 和更激烈 在現時的法律 當印度官方的法律 當印度官方的法律 他們改造新的法律 為了印度官方的法律 而他們改造新的法律 和法律的法律 而什米尔只是印度 打壓穆斯林的所以 印度官方的法律 令它更加強烈 為不穆斯林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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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移民取得印度公民的身份 但是排除了穆斯林 新的公民法案在一夜之間 讓兩百萬穆斯林成了無國籍的黑戶 全被帶進居留中心 最終引發全國性的抗爭 但這八成人口是印度教徒的印度 對這場抗爭無感 因為主打印度教民族主義 讓莫迪所屬的印度人民黨 贏得2019年的大選 而如今的莫迪 與2014年剛上台時 主打經濟牌的庶民形象完全不同 Narendra Modi and his party are an avowedly Hindu nationalist party and I think the simplest way to understand that is that they believe that Indian culture is broadly coterminous or synonymous with Hindu culture and India is a country of 1.3 billion people 80 percent of whom are Hindus and so India should wear its Hindu-ness as a kind of badge of honor and so this latest move is really in keeping with you know an ideological tenant of the BJP that Mr Modi deeply believes in 古哈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指出 莫迪對穆斯林的打壓出於兩個莫迪 一是喚醒人們對印度歷史上 信奉伊斯蘭的莫沃爾王朝等 穆斯林統治下的奴役歷史 並克服多元的印度教群體和教義的差異 形成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信仰體系 而占80%人口的印度教徒 足以支撐莫迪所領導的印度人民黨 長期的執政 去年印度整修後的新國會大樓落成 在這個世俗場合的慶典 卻首次引進印度教儀式 議政的地方沒有國會議員 沒有人民的代表 有的是印度教神職人員 引頌聖歌 高喊榮耀歸於國王 今年一月 在印度古城阿約提亞 羅摩神誕生的地方 一座大型寺廟落成 羅摩神是印度教主神皮斯努的十大化神之一 是印度神話中阿約提亞國的王子 在許多印度人心目中 他就像中國的搖順雨堂 是賢王與治世的代名詞 古哈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 奉刺性的抨擊這場羅摩神寺廟的落成 象徵性的成為了莫迪登基印度教皇帝的儀式 莫迪的許多支持者認為 他的總理任期具有話時代意義 甚至比聖雄甘地領導的自由運動 實現更真正的獨立 在莫迪的任內 超越了前殖民母國英國 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更是第四個將太空船送上月球的國家 莫迪的演說總是充滿了印度 正處於領導世界的風口浪尖 去年印度主辦了G20峰會 他以東道國主人身份 站在國際舞台的中央 確實印證了這一點 古哈並不否認莫迪的成就 也讚賞莫迪的勤奮與政治智慧 但他對印度人民的煽動性 遠遠高於美國前總統川普等 民粹主義者的同行 古哈在外交事務的文章 對莫迪的通緝還不止於此 舉例來說 他在新冠疫苗接種書上 印了自己的小想 對建立個人崇拜不以餘利 而印度國會不再是一個活躍的辯論舞台 印度最高法院也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來阻止莫迪當局對民主自由的迫害 印度的政府不喜歡 某些記者在說話 這是什麼 昨天的BBC的劇集 當中的國家被關注 印度國會選擇 印度國會選擇 當中的國家被禁止 星期天 人們從印度國會選擇 進入了BBC的公職 莫迪政府也有系统的缩小民主意义的空间 虽无官员针对反对派政客 包括对英国BBC的报复 古哈抨击 莫迪抛弃印度自建国以来一直拥有的多元与包容 而这恰恰是推动印度稳定与增长动力 古哈并非首格在外交事务期刊撰文抨击莫迪的人 事实上外交事务已刊登多篇文章 警告印度作为一个最大民主国家的称号 正受到侵蚀 但这完全不影响莫迪的地位与神王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多数暴力 让莫迪真正成了无冕之王 在国内已无人之和 在左右逢源的国际地缘政治中 更被双标的对待与纵容